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刘说说 今天的视频背景应该是非常的漂亮 我现在身处在一片花海当中 其实不仅仅是我的背后 我把镜头环顾一周 大家可以看一看 周围的景象是怎么样的 一片美丽的薰衣草 还有一片黄色的花 很多花我都叫不上名字 有很多朋友可能奇怪 你现在在哪 怎么这一片景色这么的优美 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美 身边洋溢着花香 而且天空很好 大家看 非常非常的蓝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的金昌市 一个工业城市 金昌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这个城市是以生产金属镍著成的 它是中国最大的镍骨生产基地 其实世界上最大的镍矿 地方不在中国 在加拿大叫名字忘了 金昌市中国第二大镍的生产基地 占全国总产量的88%以上 镍这种金属 我们一般是做不锈钢的时候是一定要用的 正是因为镍的发现 所以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这里开始平地建起了一座城市 叫金昌 其实金昌的历史不是很悠久 它下属的永昌县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永昌县在汉代的时候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 古代甘肃有一个梁州府 这个行政级别就已经比较大了 但是它还是隶属于永昌路之下 今天我也不多的去介绍金昌了 因为我也不是金昌人 介绍也不是很详细 我想从金昌这座城市 我们能够悟出一些道理来 不管是建设一座城市还是做人 其实很多时候 要学习金昌这个城市的应变的方法 金昌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一座工业化城市 金川公司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 金川公司也是世界500强之一 在500强里边大概是排到第三百多位 金昌一共是40万人口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金昌公司的职工 以前金昌的经济还是很好的 在整个甘肃省 金昌的经济应该是排到前列的 我听这边的老人说 前些年兰州市人均工资 是1000多块钱的时候 金昌的人均工资就能达到2000多块钱 还是很有钱的 但是金昌也面临着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资源匮乏了怎么办 中国其实有很多资源匮乏的城市 比如大家熟悉的鹤港 鹤港煤矿挖完了 然后人口开始往外流 造成了城市的经济萎靡不振 房价也一跌千丈 我们知道鹤港买一套房子才几万块钱 金昌这边的房价目前来说还算是可以 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 整个城市也是比较适合于人居的 这座城市唯一的不好就是 应该是缺水 为了解决水 金昌也想了很多办法 挖了一个金水壶 以前听说还有一个水库 但是它的蒸发量是远远的高于降水量 其实这个话题扯远了 我们接着往回说 金昌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资源匮乏的问题 在2013年国际上涅价大幅下跌 那个时候金昌就感觉到了危机 万一以后矿挖完了怎么办 于是金昌就开始转型 怎样转型呢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景色 金昌准备转成一旅游业 为新的支柱产业的一个城市 其实转型它的选项还有很多 特色旅游 特色农业 还有婚庆行业 因为我以前做过婚庆 所以对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 这里的紫金花海 好多新人在这里拍携婚照 或者是举行室外婚礼 作为一个城市 金昌的转型应该说是比较及时的 现在金川公司还在生产 涅矿的也没有挖完 大家可以往我身后看 我身后的群山就是矿山 金昌还在矿山的老旧址上建了一个矿山公园 回头我也要去看一看 还没去看过 从这里我就可以想 其实作为咱们人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 有可能这个职业会慢慢的走下坡路 就像一座城市 资源型的城市总有资源枯竭的时候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 在前进的路上 如果遇到了平静 遇到了这个行业 正在走下坡路怎么办 就要勇于转型 其实在前几期节目里边 我也曾经说过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已经远远不是父辈的时代了 他们做一个工种 就耗尽了自己一生的努力 找到一个单位 其实一辈子也就定型了 作为我们来讲 赶上了一个多变的年代 这其实要说幸运 我认为应该是幸运 对绝大多数人来讲 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也可以收获更多的东西 其实另一方面 也可以逼着我们 不断的往前发展 以后的节目 我会到金昌 各个优美的景点 咱们都做室外的节目 为此我还买了一个运动相机 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做节目 比我在室内要织一个绿木 那感觉要好得多了 首先这周围的花香 就让人感觉到心旷深移 而且我们好像和朋友聊天一样 更加的自然 今天就暂时先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这么多 在未来的一二十天里面 我会在这个小城市继续逗留 我会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这座小城市更多的 优美的景色 再让我们看一看紫禁花海 其实我们美丽的祖国有很多像这样 不起眼 但是非常适合人居的小城市 云南我去过很多次 云南也有很多小城市 像金昌这样 金昌这边天气不热 今天室外的温度据说是很高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太难受 因为风是凉的 这很难得 好了 今天咱们就暂时聊这么多吧 感谢观看